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吗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当你孤单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会很孤单 今天你要知道孤单和孤独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你孤独的时候不代表你是孤单的 可是今天在我们的世界 有很多很孤单的人 这些孤单的人他们就很像这个情歌一样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就要找人家来陪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领袖们 你要知道当你孤单的时候 你要想到的人应该就是耶和华上帝 因为在诗篇第27篇第10节告诉我们 就算我的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也要接纳我 这是谁说的呢 就是大卫王说的 大卫王的生涯的当中他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的 他一个人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 在他孤独的时候他不孤单 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今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神告诉我们他永远与你同在 就在你孤独的时候你不需要孤单 在你孤单的时候你要知道耶和华陪着你 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上帝赐福你